沙巴著名旅游圣地仙本纳海域 星期五发生了两名中国游客和一名本地潜水教练 惨遭鱼炮炸死的事件 沙巴警方事后迅速逮捕了 怀疑涉案的船夫和助手协助调查 沙巴警察总监拿督按马指出 警方目前原隐形事发点第302谋杀条文 拘捕船夫和助手协助调查 这一项非法勾当导致31岁的在地潜水教练 赛纳阿敦和两名赵姓和徐姓中国潜水客死亡 虽然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受害者是被鱼炮炸死 不过由于事发时附近其他游客并没有听到爆炸声 因此警方还在搜寻证据 包括追踪涉嫌使用鱼炮进行非法炸鱼活动的渔民 并且促请临近居民或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信索 沙巴警方也寻求海事局及渔业局配合 密切取缔鲜本纳海域的非法炸鱼活动 尤其使用鱼炮 不止危害海洋中的珊瑚等生物 也危及渔民和潜水客的性命安全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